一場跟在大學時代的問題不太一樣 但是呢 我在很多大學的輔導過程當中 我發現大概 大學生比較面臨四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就像剛剛很多位講的 第二個就是 他對某個人不爽 可是呢 最後到最後這個人知道 這兩個人絕對回不去了 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 大學生可能會比較怨的狀況就是 真心畫跟場面畫他們分不清楚 所以的話就會 好複雜的社會 對 好複雜的社會 什麼是真什麼都想要這樣子 所以他們常常 也不只是大學生 都女人到了四十歲 真心畫跟場面畫 分不清楚 什麼是真心畫場面畫 我老公說我素顏很好看 真的還假的 後來知道了 因為小龍跟我說真話 小龍 對 你化妝好不好 是 對 我老公其實不回答 就不說真話 是 大概來說的話就是這些問題比較多 好啦 今天我們有三位專家 來跟我們聊聊 請問一下大家 在這個什麼時候你覺得說 最需要好的談判能力 MOMO 我愛你喜歡MOMO 他一起囉 沒有啦 我覺得是感情 因為其實兩個人在就是在談感情的時候 通常都是會有帶自己就是憤怒的時候 然後就是會可能就會導致分手啊 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感情這方面是很難講 因為兩個人在吵架的時候都是不理性的 所以我覺得感情就是很複雜 這個霍爾心有戚戚戚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分手 因為分手是當下兩個人情緒最激動的時候 但是你要怎麼講 就是可以讓就是不傷害到他 也不傷害到自己 然後到分手之後 兩個人還可以保持很好的關係 就是這事情很重要 就分手很重要 就談判很重要 好 來 那麥基 我覺得最神話的就是買東西吧 就沙架上 或者是他常常會跟你說 這個剩下最後一件 然後你走了之後再回來 他又補了一件上去 然後他跟你說 沒有啦 因為這個是 後來發現裡面還有一件 可是這時候你又不知道怎麼跟他講啊 然後媽媽常常就說什麼 吃虧就占便宜 但我覺得你吃虧就是吃虧 怎麼會有什麼便宜可言啊 所以就覺得說 我也這樣覺得 你知道 冤枉 好 生氣 很氣 但是生氣的事情很多 蘿莉塔 你朋友之間 我覺得是朋友之間 尤其是好朋友 其實好朋友之間很容易 互相惹到對方 可是因為他是好朋友 你反而會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因為如果不好的話 你就直接講就好 可是好朋友 你又怕傷到他的心 這演唱沒有發生在Kendo身上 他們都直接講到 我們都講超仔細 感覺還不還沒 我們好保留的講 直接吃飯還可以吵起來 我想 現在是怎樣啊 對啊 他要出來調停我們不理他 這有時候比較是好事吧 因為都講出來 就比較不會有才能跟他 反而好通 可是真的有選擇的話 你還願意跟豆綁在一起嗎 那當然是不 不可能不會這樣想嘛 就是一定要懂在意 好啦 不會了 不會啦 怎麼沒有辦法講場面話 好啦 我們今天其實 把這個大學戰場碰到的一些 談判上面的問題 也分了幾個類別來討論 首先第一個是工作內 工作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講錢傷和氣 這個是LOOK碰到的問題 過年之後然後老闆就因為 補貨來不及 然後問我們說挺不挺他 要不要幫他 就幫他補貨這樣 每個人就留下來 然後我就說好 我坐最久 然後我身先四足 我就先坐 說我第一天留下來 然後每天輪流流 然後大概留了四個小時左右 每一天 然後最後到結束之後 然後我後 就是算薪水了嘛 然後後備人都領到 多我七八千塊的錢 然後因為可是我 只想說我自己就是 如果跟他要 我會覺得很現實 我不敢跟他要 然後覺得自己很吃虧這樣 就這樣 加班了沒加錢 加班沒有拿到加班費 對 遇到這種狀況同學會怎麼辦 Angela 你會怎麼辦 今天要直接講的啊 是我 我其實之前有碰過類似的狀況 就是人家去拍VCR 大概兩個小時只要三千 就是三千塊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前後加起來準備兩個小時 三千塊給我接受 結果我去攝影棚的時候 他在樓下給我等 他早上去拍完 然後就下午又讓我來 我就在那邊站了好幾個小時 然後他 而且打電話給他也不接 他就說他們在忙 然後後來之後 我的態度就是 就是走 就是走人 就錢也不要 然後什麼時候 就走人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覺得這是你自己的個人問題 是你先 就是沒有把問題處理好的話 然後我就會直接走 錢也不要 喔 錢也不要 憲哥你會怎麼辦 我會默默地承受 有秘密武器 我會默默地承受 那假如說 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果再一次還是這樣的話 就當然就辭職了啊 大家都這樣耶 或者一次 我覺得不能一定要跟他講 像我最近有一個 所以豆子怎麼變那麼多啊 對啊 我也覺得很奇怪 熬夜喝酒 我沒有喝酒 但是我熬夜 那個來吧 那我上次 我上次像我一個 之前有一個副理也是 他也是叫我們留下來幫他加班 然後可是最後也沒有錢 但是我跟他不熟 所以我反而是去跟 就是另外一個我比較好 因為有兩個副理 我反而是跟比較好的那個副理講 然後可是他們副理就會聊天嘛 所以那個副理就會 間接的幫我跟這個副理講 但是最後還是沒拿到錢 喔 對啊 我是導擺真的很厲害 麥姬 我覺得應該會給他一個提示 像之前我跟我一個很要的朋友 蔡米語 跟我一個很要的朋友去 主持一個活動 然後主持完了之後 他跟我說那個錢有六千塊 那我就覺得說 哇 其實就是 其實錢沒有到很多 我想說當作幫忙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 廠商在給錢的時候 就是說 那這個錢給你 然後跟我搭檔的人就說 這個我幫他拿就好了 我們上車到時候再分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不要給我 我想說上車 他去上車的時候我想說 那個錢是我跟他一起分的嘛 我想說點個錢 看有沒有錯誤 他不是跟我說六千嗎 一人拿三千 結果我看的時候 裡面收兩萬塊 然後我就天啊 他真的就是你知道 他拿一萬七我拿三千耶 然後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有點傻眼 等到後來的時候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你今天晚上主持人 怎麼會才拿六千 他就說 你覺得六千太少 我說對啊 我說你少說也要拿兩萬 他面不改色喔 怎麼可能 他說怎麼可能 楊春林唱三首歌 也才一萬八而已 這個怎麼可能才 怎麼可能那麼便宜 他說不可能那麼多 他說誰唱歌才一萬八 楊春林三首兩萬 他說楊春林 他說我都知道他在騙我了 之後他還跟我說 有那個尾牙要找我去接啊 然後就說什麼 那個很錢很多喔 我說多少 他說那個尾牙一場四千耶 我說楊魚哥說 他上三首歌都十萬塊 那個四千 我說你缺錢 你就自己去接吧 我不想接了 楊魚哥三首歌四萬塊 楊春林一萬八 他舉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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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舉例的 都是舉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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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立一個標準的這樣 對啊 我覺得他不要這樣騙我 那影子來 就是我之前尾牙接表演的時候 就是也是滿高價錢 可是因為景氣不好 就是有直接殺半價 就直接打五折 就差一半 然後後來我因為自己的錢 我就不好意思開口 所以我想問楊玲哥就是 像你們當老闆的時候 是不是應酬償了很多啊 那要怎麼樣就是直接切入 直接切入錢 對 其實這個一直以來 也是我的困擾 因為我也是 就只是為了一個貪 一個三十萬的案子 一種小情的活動 吃了五次飯 然後一直在跟我分享節目內容 他想要怎麼做 然後每次我要彈琴的時候 那可是這個經費預算 沈兄啊 這個 下次再彈 下次再彈 就一次 兩次 三次 五次 談到後來一直切不進主題 後來我就覺得這樣很浪費時間 我就很欣賞誰的一套方式你知道嗎 魏德勝導演 魏德勝導演在籌拍賽德克巴萊 全台灣每個人都在幫他找錢 他每天 他每天跟許布聊一樣有沒有 就被推去這邊撿爆 那邊撿爆 有一天又一大早 又有人跟他約在某個飯店說 有個大老闆 所以願意投資多少錢 魏德勝導演這種話聽多了 可是還是得去嘛 去也許還有機會嘛 可是他就忙著要拍戲 到了現場去以後 他也不想再浪費時間了 他也不想再跟之前一樣 簡報劇情 然後哈啦 搞掉兩三個鐘頭 他一句話打死對方 別說那麼多 這樣一句話 他在主持活動嗎 對 必須我覺得 對啊 對不對 前面都不要哈啦了 乾脆嘛 你要贊助我錢 你不會沒有目的的 你要嘛有一點想要置入 或者是你要虛榮心 你想要你的品牌形象 總是有一個原因 你講出來 然後你要投資多少錢 我評估合不合理 這樣最快 那個老闆被他嚇到 說這樣喔 那五百萬 他能不能說我們到時候 造勢宣傳的時候 有一個小砍棒這樣子 OK 就這樣五百萬 就談電話 對 尤其我們以前在內地 在談節目的時候 常常就是明明要跟這個領導談 我一對一跟他談 這個領導坐下來以後呢 他就告訴我說 這個事情得找另外一個科長過來 他才有這個辦法 科長來了 科長來了又說他舅舅才行 我要請一個人吃飯 我後來買單 買五桌 通常騙集團 人越弄越多 越來越多 可是人越多 我們會覺得更有安全感 覺得說這個事情成了 更確定的 要不然怎麼會這麼多人來 結果後來等第二天打電話給科長 打給這個領導 打給那個舅舅 三叔公什麼一大堆的 都不接電話 三叔公 還在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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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Look 我想要問常君姐姐就是 如果以老闆的立場的話 像我剛剛那種表現良好的員工 然後到了那種加薪的程度 可是如果主動要求的話 會不會就是 對老闆造成負面的形象 就覺得這人怎麼那麼現實 還怎樣 其實你 要爭取的 就要主動要去講 然後一定要為自己去爭取 然後不要不好意思 或者像剛剛有另外一位同學 就旁敲側擊 結果最後也沒有壓到錢 就是小瑜 小瑜去問嘛 對 對,也是一樣沒有辦法 我的建議是直接就是 跟老闆去講 然後老闆才會知道你心裡的話 千萬不要再從旁邊的人去傳過來 那要怎麼講呢 就是你知道 你見到老闆了 然後那個老闆那個眼睛 有如突嬰一般這樣看著你這樣 不敢講就是 小瑜 小瑜